10月14日 香港警方會見傳媒室指出 近期暴徒針對警務人員的襲擊愈演愈烈 甚至發動可致命襲擊 13日在旺角 警方首次發現一枚用手機遙控的土質炸彈 在距離警車不足2米的地方爆炸 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個炸彈針對的目標是我們警務人員 這個事件反映出暴徒針對我們警務人員的暴力 已經是越來越激烈 當晚 警方在旺角彌敦道完成清場撤離時 在警車附近一處花叢聽到巨大的爆炸聲響 據瞭解 該事件未有造成傷亡 現場留下紅色膠帶碎片和懷疑電路板 爆炸品處理課警司李展超指出 這種裝置所使用的戰術及所涉及的炸藥 與世界各地發生的一些恐怖襲擊事件雷同 使用炸彈的目的只有一個 意圖殺死和傷害現場的警務人員 大家可以看這張圖 當時這裡是彌敦道 圖的右手邊是一間金行 擺在自製炸彈的位置就是中間的一個花槽 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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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好的 好了 我們現場的檢證所得 當時使用了一個RCRED 遙控的土製炸彈裝置 使用它的遙控裝置是一個手提電話 牽涉一個自製的裝置 以及一些叫做自製的高性能炸藥 這一類型的裝置 所用的戰術 以及所牽涉的爆炸品 即是自製炸藥 是與世界各地一些恐怖襲擊的事件 是雷同的 大家要知道所有的炸彈 包括自製炸彈 他們引爆起來的時候 他們的威力和方向都是無差別的 任何人士在現場 包括我們的警務人員 市民 公眾人士 或者記者 都是會受到傷害 如果當它爆炸的時候 整個事件來說 絕對是一個使用爆炸品的升級行動 所使用的炸彈的意圖 只有一個 就是意圖殺死 和嚴重傷害現場的警務人員